好 那这是这一张要讲的内容 然后第一张我们原件物理那部分已经介绍过了 那在这里的话主要会讲一个理想二极体 它的模型 然后再来的话就是一个二极体它的斑点特性 也就是它的IV关系 然后建立正向特性10号的二极体模型 然后再来的话会讲一下 工作在奔贵区的二极体 就是经认代表 然后后面讲到两个蛮重要的电路 二极体它主要应用会是放在 整流率波电路的部分 跟怎样限制千位电路 那这是两个二极体主要运用的一个场所 好 那首先我们看一个理想二极体的特性 那理想二极体的特性就是它如果是顺偏 所谓顺偏就是阳起的电压比阴起的电压高 那这是顺偏 它顺偏的时候你可以把它试做是短路 以后它可以流过正一的电流 然后两极的压降是等于零 那这时候你的电流主要就是由外面的电阻 还是其他的元件来限制 那如果是逆偏呢 那逆偏就是阴起的电压比阳起的电压高 那这时候它是等于开路 那开路的时候相对的怎样 它就是没有电流流过去 那两边的逆偏电压多少 那相对的两端的电压有多少 好 那这是二极体一个主要的应用了 比如它可以当作整流器 那所谓整流器就是我们把交流电的讯号 就是交流电的话 它就是电阻的方向等一下 会有正负两种方向 那它把它整流成等一下 带一极性 那比如以这个例子来看 比如现在你的输入电压串一个二极体之后 到负载电阻上面来 那当你的vi的电压大于0的时候 就是vi的电压为正的时候 那二极体我们如果用你想的二极体模特来看 那这时候呢 它就 反路 所以这时候你的输入电压 就等于输入的电压 在顺偏的时候 那反过来你若是在反偏的时候 二极体立偏它是等于开路 所以开路的时候就等于这样的一个情形 所以开路的时候你的输入电压等于0 所以这样你的输入电压一个悬波 在这里就变成这样 通过一个半波整流 那现在你只有这样 正半波会通过 那相对的复半周呢 就被减掉 所以这样的话 你流过电阻电流的方向 就是要这样 单力方向 就是输出为正 那输出为负的时候 电流是不会流过的 那些电压都变成0 好 那这是第一个例子 那这个例子是做一个简单的充电电路 比如在这边的话 那就是VS是一个24V的悬波 然后我要对一个12V的电子充电 所以在这里它串一个100欧姆的限流电阻 那才经过一个二极体整流之后 接到12V的电压 那在这里它要求 每一个周期的话 它导通的百分比是多少 那最大的充电电流IDmax是多少 那最大的反片电压是多少 好 那我们看 这个电池是12V的电压 那我们就大概假设它是一个固定电压 是12V在这边 所以相对的 我现在要让这个二极体倒通 那你VS的电压要大于多少 它才会倒通 陈祥安 陈祥安 在吗 不在 VS的电压要大于多少 它才会 好通 12V以上嘛 所以在这里我们用这个悬波来看 假设这个Label对应到的就是12V 所以相对的就是这部分的话 它会倒通 好 那这时候倒通的角度是多少 那倒通的角度我们看就是 最高的就是这个到 然后 这个部分它会倒通嘛 那我们 那我们 在这里就是 假设这是一个 塞位辅 还是cos 用cos 用cos 也可以 那 在这边可能用cos 会比较方便 因为cos 凝度刚好是等于多少 1 那你就是看 cos 多少的话是等于多少 12V 所以 所以 24cos θ的时候 等于12 那我们知道 这θ就等于多少 60度 然后 在这边 这里是0度 那 那往下 跑到12V的时候 这个角度刚好是60度 那相对的这边也有60度 所以你一个周期就倒通了多少 120度 然后 一个周期是360度 那你有120度是倒通的 所以 它大概有三分之一个周期的时间是这样 倒通的 所以它有三分之二的周期是这样 不通 那再来的话 看它最大的一个充电电流是多少 那最大充电电流发生在 当这里的电压等于24V的时候 就在峰点这里 电压最大的时候 你感染的电流最大 那当它这里等于24V 那我们讲电池是12V 那假设 二极体是理想的二极体 所以是转路掉 所以相对的就是100欧姆的压降是 24V减掉12V 所以这时候流过的电流就会是24-12再除以100 所以这样算出来是等于0.12A 比如我的充电电流 瞬间最大的电流就是0.12A 那 再来看另一个蛮重要的参数 比如它的最大的反电电压是多少 好 那你最大反片电压会发生在什么 这里是12V 那当这边是怎样 到这里的时候 负电压最大的时候 当这里等于-12V的时候 那我们讲这二极体不通嘛 所以这边的电压就是-24V 那这边是12V 所以12V减掉-24V 那你最大的逆偏电压就是多少 36V 所以相对的 在这里你要怎样去选择这个二极体 比如这个二极体你要选择怎样 它可以流过的电流要比这个大 那一般你大概会流50%以上的余率 比如你至少要多少 这个的1.5倍以上 所以你选你可以选多少 大概0.2A的电流 那最大反片电压呢 一样36V 你如果再乘以1.5倍 再加上18V 所以是多少 54V 所以你选择个50V左右 比如你最大的逆偏 你一定跟最大电流的部分 你一定要留一些余率 就是留一些容忍度 好 这样有没有什么问题 好 那再来我们来看二极体可以的一些应用 比如它也可以组成某些特定的逻辑杂 那在这里是像ORYET 好 那ORYET在这边的话是个别的输入 然后输出点把它串接在一起之后 通过一个R的电阻 那我们看在这里只要认一个是E 那E相对的比D高嘛 所以二极体就导通 那二极体导通这里的输出就等于E 所以它可以当做一个OR这样的一个运算 好 那另外也可以做ENDGATE 那ENDGATE它的做法是 我现在有一个电源电压接上一个电阻之后 接二极体到个别的输入点 那在这里你看我只要有一个为0 那有一个为0 这个二极体就通 那二极体通 怎样 这一点的电压就为0 所以只要有一个为0 它就是0 那它要为1 必须所有的输出都输入都为1 那所有的输入都为1 这些二极体都不通 那不通的情形下这一点这样 没有压降 所以这一点的电压就为1 这样了解好 有 你看我这里只要有一个为0 那有一个为0 这也是正五幅嘛 所以这个二极体就顺偏 对不对 那二极体顺偏 这也是0 这边是不是就变成0 你的输出就要变成0 只要有一个为0 对不对 那你必须全部都为1 那当它全部都为1的时候 这些二极体都不通 那动不通的情形下 这里就没有电流流下来 所以这一点的输出就为1 所以这样是不是一个end的一个运算 你end必须全部为1的时候 你的输出才为1嘛 那只要有一个为0 那你的输出就为0 那是不是这样 就是这几个二极体 这个输入端只要正一个为0 那正一个为0 这个二极体就倒偷 那倒偷过来 这一点的电压就为0 这时候的话就有电流流过来 所以这里的电压就变成0 所以它是不是这样的一个函数 它会是A&B&C 就BC ABC只要有一个为0 那它输出就为0 那它必须全部为1 那你的输出才会为1 那你的输出才会为1 跟这个刚好这样 有点不一样 因为这边是all 那all相对的只要有一个为1 那有一个为1 二极体通了 它的输出就为1 那你必须全部为0 那这些二极体都不通 所以这里的电压就为1 所以这里的电压就为1 OK 好那再来我们看下面一个例子 那在这里要求I跟V 那我们看I是D1 这个二极体流过的电流叫I 那V的话是1度扬起这一点的电压叫V 那在这边 你要求电流电压这样的一个例子 通常你就是要看这个二极体是顺偏还是反偏 那它如果是顺偏就这样 会短路 会流过电流 那如果是反偏相对的这样 它就会open 没有电流流过去 那在这边我们看D1D2 这两个二极体 你会假设它是顺偏还是反偏 那你可以随便假设 就是通不通 就是一个有两种选择 那两组加起来就有四种选择 对不对 但是在这里 有时候你可以先判断 有些二极体它就明显会通 还是明显不通的都有可能 那在这我们看D1通不通 那D1通不通 即使要看这一点的电压 大于0还是小于0 这一点的电压如果小于0它就通 大于0它就不通 所以有可能通也有可能不通 那我们看D2呢 有没有可能不通 D2上面这里接的电压是怎样 透过一个电阻到正10V 所以它如果不通这一点的电压会是多少 正10 正10 那正10是整个系统里面最高的电压 因为下面这也是-10嘛 对不对 所以这个二极体一定会导通 这个一定会导通 对不对 这样讲了解意思吗 因为你可以先假设它不通 那它如果不通 这一点的电压是不是正10 那这一点电压正10 这也是-10 这也是0 再怎么分压也不会让这一点的电压比正10来的大 是不是 所以相对的我如果假设它不通的时候 其实它会是顺偏压的 以后阳极的电压比阴极高 所以相对的它就一定会导通 好 所以这个一定导通 那一定导通 你就可以去看这个通或是不通 如果这个通或是不通 你一样可以假设 那我如果假设它通的时候 我假设它是导通的 那如果这两个都通 这一点的电压就等于多少 0嘛 对不对 因为d接过来接过来 对不对 所以这一点的电压就等于0 好 那如果这一点的电压等于0 这里流过来的电流是多少 10伏减掉0伏 就是这个电阻的压降 那电阻的压降除以0 电阻值就等于电流 所以这样你可以算得出来 这里流过来 这里流下来的电流会是1mA 好 那再来呢 这里到这里 这里是0 那这边是多少 -10 所以相对的 这边流下来的电流是多少 0-10再除以5000欧物 所以这里流下来是2mA 那对这个节点来讲 这里流过来1mA 那这边要往下流2mA 所以相对的二极体这边 怎样 要流1mA的电流过来 那在这里你要判断 那假设有没有错就是这样 这个电流方向是不是它的怎样 顺向的电流方向 因为我们如果假设它导通 那导通它的电流其实是由外面的电路来决定 那只是它电流方向一定要怎样 跟这个I一样 那在这里是一样 所以相对的怎样 我们这样的假设就没错 对不对 所以这一体你得到的I就是1mA 那相对的V就等于多少 银浮 那这一体我们讲这个一定通 这一定通没问题 那如果这个不通呢 那如果这个不通你可以去算 这一点的电压会是多少 负的三分之十 所以出来会是多少 三分之负二十 所以出来会是多少 三分之负十 我如果假设它不通 那这一点的电压会是多少 负的三分之十 那负的三分之十 怎样比零还要来的低 所以你得到它是顺偏 那它是顺偏 你假设它不通就不对 比如你验证出来不对 那你就怎样 还是要假设它导通 那导通的时候就会得到我们 刚刚算的答案 好 那反过来我们来看这一体 那这一体跟这边的 其实就是这两个电子对调 一个是10k 一个5k 那现在这两个对调过来 变成这里是5k 这里是10k 好 那一样我们如果假设 这两个二极体都导通 这个二极体一定导通 就是我们刚刚讲过的观念 那假设这个也导通 那这时候这里就是等于多少 0幅 那0幅的情形这里留下来是2mA 那这边留下去是1mA 所以这里留2mA过来 那这边留1mA出去 所以在这里就变成等下 这里需要这样留1mA出来 因为你进去是2嘛 那你出来必须怎样 也是2 就是流进压等于游出 那你可以看到怎样 这个电流的方向跟我顺向流通电流的方向是相反的 那相反表示我们刚才的假设有误 以后在这边 D1这个二极体并不会导通 所以这时候这个会通 但是这个不通 那这样你去算这一点的电压呢 会是多少 3分之10 3分之10 所以3分之10 的确怎样 这一点的电压比0来的高 所以二极体是反偏 那就不通 所以这时候你的I就等于0 那V现在是等于多少 3分之15 等于要了解意思吗 也就是看到这一类的题目 你都是看它电路先去假设它通或是不通 那有些二极体即使它一定通的 那你先把它判断出来 那没有办法预知的你就怎样 先假设它是通还是不通都可以 那判断之后 你还要再验证就是你的假设对不对 那如果有错误相对的怎样 你就要重新假设 好这样有没有什么问题 好没有的话我们先休息一下 好